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世界上最早迎来日出的国家 此外 该国岛屿众多 风景宜人 旅游资源丰富 然而 即使有着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 基里巴斯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国民人均纪DP 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更加显为人知的是 该国总统居然是一个中国汉奸的后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话说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曾经出现过几百万汉奸走狗 这些民族败类出卖国家利益 残害父母同胞 丢弃了做人最基本的廉耻和良知 其罪行庆祝难输 遭人祸器 这其中就有一个姓汤的汉奸 此人惊通日语 在抗战期间是日军的翻义官 日本投降后 为了逃避中国政府对他的惩罚 这个西方 鸡瓜脚底抹游逃往了海外 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安定下来 这就是后来的基里巴斯 汤姓汉奸从此在基里巴斯落地生根 娶妻生子 过上了悠哉悠哉的日子 此人在基里巴斯生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叫汤安诺 二儿子叫汤哈利 有意思的是 他们最后都成了基里巴斯的政府高官 并且还作为竞争对手 争夺基里巴斯总统的宝座 最后 汤安诺在兄弟之争中胜出 成为基里巴斯总统 纵观世界各国 由华裔后代作为政府领导人甚至国家总统的一样并不少见 而且由于出身和血统的原因 这些华裔正要大多都和中国保持着密切往来 并且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善 然而 这个汤安诺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中国自1980年开始 就与基里巴斯建交 此后也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 然而汤安诺上台后 却很快选择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 转而与日本交好 并大量接受日本的援助 而且基里巴斯还是台湾为数不多的邦交国之一 我想 汤安诺的种种行为 可能也是遗传了他爸爸卖国汉奸的基因缘故吧 近年来 随着全球气候不断变暖 南北极冰川逐渐融化 温室气体排放过量等原因 导致地球海平面逐渐上升 一些低海拔的陆地和岛屿面临着即将被海水吞没的危险究竟 而不幸的是 基里巴斯正在死裂 有地理学家估计 到2050年 整个基里巴斯将会完全被海水吞没 从而面临王国的危险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现在在基里巴斯首都南塔纳把一个村落里 海水涨潮的时候 整个村子都会被淹没掉 大家在这时只能淌水离开家里 直到退朝后才能回去继续居住 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状况 从2008年开始 汤安诺就提出举国搬迁的计划 然而尴尬的是 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 都不愿意接纳这些来自基里巴斯的生态难民 只有在比亚同意 他们的搬迁请求 可是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面对这种窘境 汤安诺也不得不主动服软承认错误 他说 我曾经做出最愚蠢的决定 为了接受日本失忆的援助 现在希望中国能原谅 能援助基里巴斯 虽然小编认为 基里巴斯人民固然是无辜和可怜的 然而作为华人后裔 异国总统 汤安诺这种赎典旺族 见风使舵的小人 实在不值得同行和帮助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件事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